指揮中心决议战缓青少年接种第二剂BNT疫苗 未来两周将邀专家开会 评估青少年接种后新肌炎发生的风险 再决定要不要让青少年打第二剂 而不少国内专家认为 目前本土疫情平稳确实有空间考虑 而根据美国疾管中心的研究 青少年接种BNT之后第二剂新肌炎发生的风险 是第一剂的五到十倍 风险明显较高 但青少年如果有出国的需求 或者是同住家园是高风险族群 还是应该要先打第二剂 台大教授陈秀希则认为 未来可以考虑用蛋白质疫苗混打MRNA疫苗 例如说用高端来混打BNT 也许可以为心肌炎风险解套 全台将近九成青少年都打完第一剂BNT疫苗 第二剂间隔时间也超过六周了 但指揮中心决议暂缓第二剂接种 要再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评估心肌炎发生的风险 暂缓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说主要就是他们感染之后也没有什么住院中症死亡的 他不是为他自己打一样 他在为别人打 打两剂之后的风险高了快十倍 你要不要冒那个风险 有专家认为现在国内疫情平稳 是否施打第二剂还有考虑空间 但青少年如果有出国需求或同住家人是高风险足齿 例如医护机组员等还是应该先打第二剂减少感染风险 而台大医学教授张鸾音指出 暂缓施打的两大考量是疫情状况和心肌炎风险 而且美国疾管中心研究青少年接种BNT后 第二剂心肌炎发生的风险是第一剂的五到十倍 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希则认为 未来可考虑用蛋白质疫苗混打MRNA疫苗 例如高端混打BNT 也许可为心肌炎风险解套 蛋白质疫苗本身来讲产生副作用的 基本上的比例并不会像辉瑞或莫德纳这么高 对于次世代疫苗未来也有可能改善 心肌炎的这些副作用 青少年到底要不要打第二剂BNT疫苗 得在染疫和心肌炎的风险中做出评估 却动不倒